我们现在要进入文法整合的课程 然后呢 文法整合课程里面呢 有很多的 对 佩妃老师会帮我们发 那我们现在 我们文法整合课程里面 看我们的首页 我们有分哪些 我们的时事有分哪些时事 其实更多了 但是这里有哪些 过去 过去现在未来 然后里面都还有再有过去进行 过去完成 那这个部分呢 我没有帮老师就是放什么现在 然后再过去什么之类 因为想说这个只是一个复习课程 你们不是一开始在进入 所以就还好 就没有做那样子的归类 不然一般可能会先 我们让孩子先学现在 然后再可能有现在进行试 然后再过去这样子 但是因为是复习的 所以就还好了 那我想说 因为像教你们现在诗 或过去诗 那对你们来讲都太简单了 所以我们就直接跳了 来我们跳到 看一下 过去进行试先 OK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时候用到过去进行试 老师有学过过去进行试的举手 OK很好 分文有上过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是过去进行试 来我们请美增帮我们念一下 他下面的解释 什么时候要用过去进行试 过去进行试 主词加过去诗比动词 再加动名词办 动词安居 叙述在过去 某时正在进行的动作 叙连于其他句子的合用 OK很好 后面有放一个句型的东西 我是没有很习惯看那个 但是还是有秀出来 那如果老师有需要的话 你可以再自己看那个句构的部分 好 那下面那个可以不用急着写 老师可能要先注意听 好 我们看到他说什么 过去进行试的部分 他是在过去的某个点 他在强调 那时候正在做的事情 所以他也是就像我们现在进行试的句吧 但是他是把B动词的部分 变成过去式 OK 那比如说我们来看第一个 来老师们看这个绿音笛 你打给我的时候 我正在打网球 OK 当我跟你说 你打给我的时候 我正在做什么 那个你打给我的那部分 是现在过去未来 是哪一种 已经过去了 对不对 所以我常跟跟你讲 你打给我的时候 我正在干嘛 OK 那既然你打给我的时候 是过去了 那我那时候正在打网球 那个正在打网球 其实也是过去的 对不对 只是我当下正在打网球 所以两个都是过去 那但是呢 你打给我的时候呢 我们会用怎么样 一般的过去式 OK 所以呢 老师可以回答我吗 如果是翻译的话 你们要怎么写 我先请一个人回答我 你打给我的时候 应该怎么写 我请我真来回答我 我请我真来回答我 我请你回答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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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给我的时候 所以当兵党给我的时候呢 然后发生什么事情 分文来回答我 I was playing tennis OK I was playing tennis OK so I was playing 很好 所以我们看到什么 我们都很清楚的在中文里面判断 它是一个过去式 那后面那个 我正在打网球 是一个过去式 只是它是 它是进行式没错 但是是过去进行式 所以我一般 我们会讲到说什么 它说一般都会跟其他的句子合用 OK 一起合用 就是像这样子的样子 OK 所以会有 当你打给我的时候 这句式用过去式 OK没有问题 当你打给我的时候 本来就是一个过去的时态 然后呢 我是正在玩 我就是正在打网球 那就是这样子的写法 那如果你要写说 I was playing tennis when you called me 也可以 只是说怎样 有没有 下面那句有怎样 它们就不用有一个 逗号在中间 就不用有它码在中间 这样可以接受了 好 那让我去看一下那个句子 你们那里也有了 OK So I was playing tennis when you called me 或者是 when you called me I was playing tennis 也可以 OK 可以了好 所以两种写法都可以哦 那我们来看第二句 第二句是 当我跟他说话的时候呢 他正在吃早餐 那当我跟他在说话的时候呢 那个是什么样的时态 过去式 过去式 因为当我在讲这句话的时候 他其实已经过去式了 所以他正在吃早餐 当然也是 就是复带过去式 因为其实是同时间发生的事情 只是他在强调 他正在吃早餐这件事情 所以哪一句要用 过去进行试 正在 OK 他正在吃早餐 很好分辨对不对 因为有正在 好 好 所以呢 这一句要怎么讲 老师不可以看书哦 不可以看那个 这样会不会很可怕 来请立文来回答我们 不可以看下面哦 不可以看下面哦 坐屁哦 等你也带来回答 对整句好了 when I talked to her she was eating breakfast OK很好 when I talked to her she was eating breakfast OK when I talked to her 谁跟我讲哪里做 谁可以跟我讲哪里做 请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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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好 所以 taught 还是我刚刚没听到 可能是我 我都没完 对不起 对不起 when I talked to her 然后 she was eating breakfast 这样可以啦 所以没有问题哦 这个就是 过去进行试 其实过去进行试呢 他并没有很困难 哇 我们的精神粮食来了 OK好 大家都一直看着他 那样子 OK好 所以呢 当我跟他说话的时候 他这样吃早餐 这一句话 跟上面这一句话 应该很容易就看得出来 他们是在过去的时态 然后呢 后面的部分要用过去进行试 这句话应该没有问题哦 这个时态很重要 都有 清楚哦 你知道我在暗示什么吗 很重要哦 很重要哦 然后再来我们来上第二个 我们现在上的都是比较困难的 我想说应该早上比较不想睡觉 下午就想睡觉 所以下午放轻松一点 早上就是比较困难一点点 但是应该对我们来讲 都不会太困难 好现在我们来看 现在完成式 请你们看到第三页 第三页 有没有看到一个 现在完成式 有 有好 好我们来看现在完成式哦 那我们请那个 秀华 秀华 帮我们念一下他的注节 这个部分 表示从过去 常看 常看 since for already already never ever ever 等字连用 那表示从过去一直延续到现在的工作或状态 这种处理 这种处理 后面常会有一次 过 哦 好 这个部分有选过对不对 这个 这个是在我们国佑的课本的第几课 第十二课 第十二课 所以是什么什么的第十二课 我们有那么多册 中上的第十二课 好 所以这个部分也是算固实的而已哦 好 那 我们都知道现在完成式 他在讲的是哪一个时段 过去一直到这一段时段 那个这是现在 好 他讲的是过去的这一段时段 我不知道是从什么程度就开始 那一直延续到现在 他也会有其他用法 比如说是强调已经完成的事情 也有可能 但是一般我们看到的都是 使用在这个方式 比如说呢 比如说我可以说我做一件事情 从1993年就开始了 OK 或者是说我做一件事情 已经延续了二十年了 比如说 现在是什么 2013 比如说已经延续了二十年了 所以他可能会有两种 两种的讲法 我从1993年就在进行这件事情 就在做这件事情 或者说我做这件事情已经有二十年了 那这样子的说法都表示什么 我现在还在进行当中 对不对 OK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他刚刚讲的意思 意思 表示从过去一直延续到现在的动作 或是状态 那后面常常会有since 或者是forward 那我们之前都有学到什么 老师都会教我们的技巧 对不对 老师教我们什么的技巧 since后面加的是什么 如果以时间来讲呢 since后面 西元年 哦 西元年哦 哦 讲得出的专业 OK since是什么 一个时间的起点 从1993年就开始了 OK since OK 所以呢 since后面 时间的起点 我忘了写 十 所以你可能要写起来 since后面加的是一个 时间的起点 那边老师可能会有点看不到 好 好 所以就听我讲啊 since后面加的是时间写 那for后面呢 是加一段时间 OK 比如说for 20 years 所以是一段时间 或者是时间的总和 都可以啊 一段时间 好 现在有什么问题啊 没有啦 好 那我们就来练习我们的句子啊 OK 来 像我们常会看到的是什么 我已经学英文五年了 我记得那一句好像也有这个句子 OK 我已经学了英文五年了 那表示什么 现在还在学当中 对不对 好 那我应该怎样去学这个句子呢 我可以问一下吗 我已经学英文五年了 是要用哪一个 since或者是for for 对不对 因为五年怎么样 是一段时间的总和 就是到那 到这个点的总和 一段时间的总和 看你要怎样写 你自己比较清楚都可以啊 没有一定的 好 所以呢 我就很清楚说 我会用到一个for 而且是五年 所以是for five years OK 所以呢 前面的部分 我们都知道现在完成式 我们都知道完成式 它的句型是什么 好 我们不扯到过去啊 什么有的没有 也不扯到 have has 都是have 以原型来讲的话 都是have加上 pp OK 什么叫pp 所以 过去 过去分尺 过去分尺 对不对 我们这边有 这个讲义的最后面 有提供给老师那个 三派表的 就是我比较常用到 所以老师可以看一下 如果有没有需要的话 那也是 后面的表面 其实都是基本的 所以老师如果不知道 其实应该要把他背起来 因为他其实是最基本 最常用到的部分 所以我们知道会有 他的句型是have加pp 所以呢 除了我刚刚所知道的 我们讲说有for 一段时间for five years OK 那前面应该怎么写呢 OK 我有 我已经学英文了 OK So I have OK started I have started 然后 那我看谁 我写不下去 English 好 很难写 OK So I have studied English for five years 这一句应该没问题 那下一句 有没有有问题的老师 这个只是复习而已 有没有不懂的老师 可以举手 可以再讲一次 没有 大家看起来都 嗯 就干单了 他从小就打网球了 那我就要请老师来帮我们 我看谁不敢看我的 我去淘汰 这样已经过分了 然后我们请惠平老师 来看 看前面 看前面 我还是一起讲 试试看没关系 我错我都没关系 我都没关系 She has played tennis Yeah Since she was children OK She was a child OK 所以我会知道是什么 他说从小 所以我就知道是什么 是一个时间的起点 所以我就知道 他要用since 可以啦 所以since he was a child 然后呢 他打籃 打网 球 所以 he has played tennis 一样是什么 have 然后这里是has 因为他是三他 所以要用 对 s的 用有s的 OK 然后加上pp 可以 这样可以 没有问题 然后started 应该没有问题 好再来呢 另外一个状况呢 他还会用完成式 现在完成式的部分 比如说强调已经完成了事情 比如说我已经做完我的工作了 他在强调 不然我也可以用过去式就好了 我完成我的工作了 但是他要强调这个东西的话 他也会用现在完成式的部分 好 那这句话谁要s 谁要s 印象加分 谁要s 你们想一下 衣衣 衣衣 衣衫在微笑 衣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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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have finished my work OK I have finished OK My work OK 所以老师都知道 后面还有一个 OK finished 因为是s 所以无声的 所以后面也是发无声的 OK 好 气音了 好 那这样子有没有问题 这个现在完成式的部分 很简单 你都是学过的 所以说今天课程很轻松 好 那现在请老师翻到过去完成式 是 让你们自己找面外擦 对不对 对不起 消磨你的时间 好 过去完成式 其实在第二页 好 那老师有上到中下的对手吗 中下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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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这中下部分的老师就会有学到 你是怎么了 又轻吗 还是我 我一直在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没有 你这要比业这样 i my god 你们两个已经暗恋彼时很久了 这样子 欣赏彼时 好 OK 我们来看一下 过去完成式的部分 我们要学到的是现在完成 那现在要学是过去完成 那在什么样的时间 或是在什么样的状态之下 我们需要用到过去完成呢 珊珊我想到你了 来吧 念什么 你们在想这啊 来过去完成式又来 用来表示 用来表示过去某时间之前 所发生的动作 或过去某一段时间内 已经发生完成 持续的动作或机业 OK 很好 两个要之后了 好了 所以他是在表示 在过去的某个时间之前 所发生的动作 过去的某个时间 那你看喔 他表示的那个时间点 已经是过去了 的那个时间之前 所以两个都是过去 所以呢 谁是比较过去的 就是谁是比较更古老的 OK 所以这一个 我们就要来比较这个部分了 就是这一个 好 好 我们来看一下喔 一般我们会有 呃 一个 如果我们也素线来讲好了 那这边是现在 来 老师要不要重回国中 齁 你就在写 过去 OK 那这个是过去 死 过去 我直接先写上来 好 来老师都知道数线齁 越左边是怎样 越久更久以前 或者是我们在数学里面 他是负的 然后这边是往正的 OK 好 好 那我就知道 这个是更久以前的 也许这个是几年 欸 现在是多少 2013嘛 好 好 所以我在讲的是 可能是20 2000年的事 然后又提到 更久以前的事情 好 那所以他就会有 这样子的分别 所以这个呢 等一下我们讲的 那个句子 OK 我们要讲的是 嗯 过去的 好 好 他就会有这样的问题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好了 我们先来看一个例子 他来台湾以前呢 学过中文 好 那谁要回答我 哪一个时间点是先的 学中文 学中文 对不对 好 但是两件事情 其实都已经过去了 对不对 那学中文是先的喔 好 那学中文的话 好 学中文 写简体是不好 学中文 然后呢 另外一件事情 是比学中文还要最早 早的是什么 来台湾 来台湾 对不对 我都忘记原本人是早的怎么样 好OK 好 所以我会知道的是什么 学中文是更久以前的 因为我学中文 我才来台湾嘛 对不对 所以呢 他是更久以前的 然后呢 他来台湾是之后的事情 所以呢 他时间的分布到 是这个样子 那他的实态使用就是呢 越久的那一个 是使用过去完成式的部分 过去完成式就是这个嘛 好OK 那过去式呢 就是这个 这样可以吗 所以会写齁 所以呢 我来台湾以前呢 学过中文 来老师跟我讲 我要怎么写 一 一 一 二 dat 显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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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已經開始在中文字幕中文字幕中文字幕。 你們知道的是什麼? 在什麼之前? OK,他來台灣之前呢? 然後呢,他讀了中文,OK 然後呢,這個是更久的時間嘛,對不對? 所以是用過去完成的部分 OK,過去完成式在這裡,對不對? 好,那更近的部分是用什麼? 是過去式就可以了,這樣可以接送嗎? 那有的老師會覺得他其實看到英文的部分啊 OK,比如說你們沒有看到中文 你們是看到英文的,OK 我們翻譯的部分他其實有一個技巧 因為有時候老師會這樣一直看,看很久的時候 那今天劇的中文到底是什麼? OK,那其實我們只要先看before 或者是after的那一句,先翻那一句,OK 所以他來台灣之前,他學過中文 OK,所以就是先翻那一句 就不會覺得他在講什麼,好像有點搞不清楚 那之前我有聽過一個老師的分享 我覺得這個分享很好 但是就是看你們自己的使用 好,我們來看囉 以時間來講的話,這是先發生的 這是後發生的,OK 所以呢,覺得就有一個寫法 有的人需要有那個什麼?公式 好,OK,你們都可以使用嘛 如果碰到孩子他可以用理解的方式去理解那就好 那如果沒有辦法,就給他一個小小的技巧 也不錯,OK 所以你發現什麼?before的時候 然後,before後面接的都是什麼時間? 第二段時間對不對? 好,so,before二 OK,然後呢 然後呢,他有學過中文這樣子,OK 所以呢,你可以這樣子 那這個是after呢? 好,所以after剛好有顕倒過來 OK 再他來台灣 欸,怎樣? 一 一嘛,對不對? 二 OK 所以呢,什麼什麼之後 如果是以這一句來講的話 好,比如說 先做功課再回家 OK,比如說 他做完功課就回家 所以哪一個是一 哪一個是二 先做功課 先做功課是一 好,所以這個是功課 那第二個呢?是回家對不對? 所以做完功課再回家 所以呢,我應該怎麼寫那個句子 我們看到的是後嘛對不對? 所以就會想到after 所以呢,應該怎麼寫這個句子 我們寫 OK,好,再在一起回家 after he after he after he had finished homework and then he went home 所以如果老師會搞不清楚啊 你可以把這個部分寫起來 對 那不然你就是用中文的方式去理解 這個部分可以嗎? 這部分也很重要 老師如果不懂的話我可以再講一次 也許我講得不夠清楚 嗯 有人有疑惑的眼睛 好,那我知道 我大概再講一下 好,過去 過去完成式的部分呢 他的時間點兩個 都是在過去 OK 好,那我們現在就是要來比較 誰比較早 對不對? 那我畫個樹線好了 比如說是這裡跟這裡 OK,那這個是過去 這個是寫功課先嘛 然後才回家嘛 寫完功課才可以回家嘛對不對? 好,所以寫功課是先的事情 然後後來才回家 所以呢,在我寫完功課之後呢 我就回家 在我寫完功課之後呢 我就回家 所以在我寫完功課那時候要用什麼式 過去完成式 然後我就回家要用過去式 OK,可以嗎? 在什麼之後 那如果你習慣看這個也可以 在寫完功課之後呢 然後呢,就回家 OK,這樣可以嗎? 可以 好 好,我剛剛學會 有點看到你們的疑惑的臉 有沒有老師不懂? 不懂你們會舉手 我真的可以再講一次 有嗎?都懂了齁 下午我就知道你們懂不懂 我就知道你們要幹嘛了齁 下午就知道你們要幹嘛了齁 下午都說 好 如果他聽到很可怕的話 現在就改戲了齁 就改戲了齁 我這裡唱啦 這沒通話 我說的話就工作了齁 好 好 那所以我們 現在學了有什麼? 我們剛剛第一個是學什麼? 還記得嗎? 過去進去 過去進去 過去進去對不對? 好,然後再來呢 現在完成式 過去完成式 過去完成 好,來 請老師翻到後面的練習 好,你們看到有個地方可以練習的 你們看到有一個地方可以練習的 應該有練習的 課堂練習的啊 有嗎? 哪裏?哪裏?哪裏啊? 哪裏?哪裏啊? 哪裏啊? 哪裏啊? 欸,等一下喔 是不是在那裏地方? 欸,等一下喔 是不是在那裏地方? 沒有 沒有 喔,沒有喔 喔,沒有喔 喔,很乾 唉,我想我一定是想說你們太累了 所以我就沒有人 好,沒關係,我們一起吧 反正我還有時間嗎? 我要請老師去思考喔 哇,那真的更難 因為我要叫人很難喔 這是更大的挑戰喔 來喔,第一題 誒,我會用 我會先選一下 好,來喔 我要念題目喔 這個題目好像有點殘了 我寫一下 我稍微有點小 我先把這裏拿起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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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這題目怎麼熱場啊 哈哈 天哪,我選錯題目了 我選錯題目了 好 好 答案 來,請老師想一下,這一題,這是一個填空題,OK? Though Lucy, a very famous and popular singer around the world, she still practice singing on the everyday. 如果是這樣子的一個提醒,要怎麼選那個選項? 老師,有想好了嗎? 老師,可以跟我講答案嗎? 老師,可以跟我講答案嗎? C,有人說C,有人說什麼嗎? 有人說C,有人說D,還是D,CD,CD,CD,他只會不會給我來賣。 好,即便呢,現在有人跟我翻譯好了,幫我翻譯,我請宣如好了,幫我翻譯這一次,你先唸一次英文。 好,現在有人說C,有人說C,有人說C,有人說C. 而zens說C,有人說C,有人說C,有人說C. 我們這一題是大家都在ränid強ista吃這個樣目, 好了,拐寫,你 stranded,你到底在這裏呢? Lucy 是一個非常受歡迎的歌手 在全世界是一個非常受歡迎的歌手 她現在仍然 對 她每天都有唱歌 OK 仍然每天都一起唱歌 好 來 謝謝老師 然後 a very famous and popular singer 我剛剛有聽到老師唸 singer 好 這個NG 發什麼音 你的音 所以自然歌就沒有另外發音 singer 好 賣了一個 singer 但是另外一個是 如果是這個就可以 這是 Finn 然後所以她跟她在一起 然後這歌是更透明 因為這是母子 母子 好 OK 好 所以這是 singer 所以呢 即便Lucy怎樣 是一個非常有名的和受歡迎的歌手 在這世界上是有名的受歡迎的歌手 她仍然每天練習唱歌 OK 所以你去想想這一句的部分 她仍然每天練習唱歌 然後她什麼時候就是有名的歌手了 從過去到現在 從過去到現在對不對 如果以樹線來講怎樣 一個樹線 這個是現在 OK 她從過去到現在 她就是一個 不知道是哪個系列 我沒有講 OK 然後她就是一個有名的歌手了 但是她仍然每天都練習唱歌 所以我要選哪一個 第一 第一對不對 因為我們的完成式的部分 她的句型是 have 然後這也是has 因為是Lucy 好 然後加esteemed 所以這個是完成式的部分 這樣有問題嗎 還好齁 但是你會發現什麼事情 當我要去判別這樣的一個句子的時候 我不需要做什麼詞情 我要去了解她的題題 對我沒有辦法這樣子 然後我就選一個 我可能要先去了解她提議到還在講什麼 然後我去想 欸她的時間是不是已經在過去了 那她結束了嗎 還沒結束 她現在還是持續的 OK 所以那你們就知道答案 這樣可以齁 好 那我現在要請老師喔 翻譯了 來我念給老師好了 老師請寫下來 去年她搬到台北之前 已經在台中住過三年 去年她搬到台北之前 已經在台中住過三年 三年了 三年了 就這一句 你們跟身上有幫助 我史萊園有幫助 彥像在台北之前 這麼一種 泊海瓜 今天我們ları gas01 要是跟你理會 然後去判斷兩個句子之間 他的實態 然後去判別他的 老師寫好了的話可以看我 我不用拒絕,我用拒絕 我用拒絕 我用拒絕 拿來 我用拒絕 拿來 他做得到 又做笑 他做得到 我這樣做 我就看她 然後我做了 人家 他做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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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好 我的舉手 好 那我們再等一下 老師如果忘記的話 也可以翻到剛剛我們講過的部分 他有一些重點的單字 所以老師先回答我這一句要用哪個實態 過去完成的事對不對 你有看到一個非常簡單的可以認定 是哪個部分 之前然後呢 已經對不對 所以你就知道是過去完成的事 好 那哪一位老師可以跟我們分享他所寫的 老師可以舉手 好 秋琴 謝謝你 那是秋琴要唸慢一點唸我要試一下 洞翰 He already already had lived in Taichung i 雙 其一 第二 所以呢 因為裡面有一些 重點單字 讓你分別他是過去完成的事 所以他裡面有兩個點 OK,在他搬到台北之前呢,他已經住在台中三年了 有沒有老師寫錯的?可以舉手,有老師寫錯的 老師看別是什麼寫看? 找了去啊 找了去啊 before we've been last year 加碼喔 I must be 所以呢,在他搬到,在他去年搬到台北之前 他已經有住在台中三年了 所以搬到那個過去完成式 我們剛剛看了過去完成式在第二頁的地方 好,我們再把他下面那個解說看一次喔 他說過去完成式呢,是用來表示過去某時間之前所發生的動作 所以過去某時間之前呢,所發生的動作 OK, move to 台北 好,然後呢 再來呢,他有說什麼?或者是過去某一段時間內已經發生、完成或者是怎麼樣? 持續的動作 這樣可以接受嗎? 持續的動作 OK 所以呢,他怎樣? 他已經做在台中三年了 一個持續的動作 好 再來我請老師寫第三句 第三句應該是對你們來講比較簡單的 昨晚當我打電話給你時 你在做什麼? 我打開怎麼說 那現在她失聰明了 老師可以先回答我嗎 這一句要用什麼示範 或是去預定現實 很深處 好嗎? 可以了嗎?可以了齁?老師先好了嗎? 好,我先跟老師們講一下,我剛剛語言老師的提醒,我剛剛沒有注意到 就是我剛剛有少一個for,少寫一個for 就是剛剛講,for three years 再幫大家上去 東美老師看起來就是寫好的,所以我準備寫愛分享 東美老師唸給我,然後我會寫下 What were you doing? What were you doing? What were you doing? 沒有,那個二十一來一那個 What were you doing? What were you doing? What were you doing? Then I coach you last night What were you do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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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sted a while I met him I met him The man was trying to do I went on to the least I met h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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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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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喔跟老師講一下這句 好如果當我後面直接加 微音的時候是不用動 好除非我 把他放在前面 好 那我們知道是這個是什麼 我們因為那一題所以我們知道是 發生的時間是在過去 然後他有強調他正在做一件事情 所以我知道 書子裡面有一句是要寫過去是 另外一句要寫過去 近一世 好那你正在做什麼 那當然是他要寫近一世 然後當我打給你的時候 我昨天晚上我昨天晚上打給你的時候 這句話當然是寫過去是 這樣應該沒有問題齁 OK 所以這句也可以怎麼寫 OK 但是就記得要做好 這樣可以齁 可以齁 所以我們剛剛學了過去進行 然後現在完成 過去完成 這樣可以齁 好那我們就休息囉 老師都會來了齁 好現在我要針對呢 早上我們講過的過去完成式的部分齁 再講一下齁 比如說有逗號 OK 那我們都記得我們剛剛有挑過時間 對不對 時間比較早的就是寫一 比較晚的是寫二 OK 那他做完功課以後呢就回家 比較早的是誰 做完功課 對是不是先做完功課 然後再回家 OK 那因為是後嘛 OK 那裡面用到的是後 所以我會挑這個after 所以after 在他做完功課之後呢 他就回家了 好如果我把after放前面的話 我中間要寫說 回家了之後呢 那個前面要有一個逗號 這樣可以齁 但是如果今天我是把他 擋過來 把二人放到前面 在他做完功課之後 他回家了 在什麼之後 在做完功課之後的話 我就不用有逗號 喔沒關係我可以自己解 對不對 好啊 這樣可以接受嗎 就是因為我有提到 欸我也聽到老師啊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要逗號 什麼時候不用逗號 對 就是如果你要把他 擺在中間的話 就你就這樣自己好 你要把他擺在中間的話 就不用逗號 對 他如果放在前面的話 就是要逗號 這樣可以接受嗎 應該還好 好OK 那老師好像也有提到一個部分 欸有點 我想一下 那老師在講 好 3 years 然後我們剛剛那個練習在 OK 我們剛剛有講到一題喔 去年他搬到台北之前了 已經在台中住過3年了 所以他搬到台年 去年他搬到台 台哪裡之前 台北之前 OK 最後有一個last year 對 好嗎 你練習我這麼高興的 好 好 那已經在台中住過3年了 他兩個都有講到一個last year 然後跟什麼 3 弟弟你想參加我們的課程嗎 不想啊 好 那就是 好可愛喔 對他好可愛喔 好 有個小帥哥 好 而且是看著我一定 我長得很可愛是不是 我壓力好早 就是有些壓力 他看著我 反而是一個壓力 好OK 所以呢 我們剛剛有講到一個 過去完成式的部分 就是去年他搬到台北之前的 已經在台中住過3年 OK 如果呢在沒有一個時間上 如果沒有在寫那個什麼last year 然後等等之類的那個時間的部分 其實那個部分被省略掉也還好 其實在過去完成式的部分 他只是要表達先後的部分 但是如果這是一個發替題的話 那就很明顯你還是要把那個3年 或什麼什麼之類寫出來 懂我意思嗎 不然其實在過去完成式的部分 他只要強調兩件事情的先後 那都是在過去 但是哪一部分是先的 這樣可以 但是這是發替題喔 所以你也是要要下出來喔 可以喔 那我們來進行下午的課程囉 好下午的部分呢 我們要進行另外一個部分 有的人覺得他很難 有的人覺得很簡單 對啊 那個部分就是被控 對 被動的雨 被碰 被碰 沒有我一直都會睡醒 當下這就是我正常的樣子 所以我偶爾發音會有問題這樣子 對啊轉不過來 好我們來看一下 應該這第幾面喔 就是這面 好就是這面 OK來被動雨胎 我們來看一下喔 被動雨胎為什麼會有被動雨胎 他在強調一些事情喔 那我們把一些被動雨胎 他會用的時間給 就為什麼我把主動的 這樣子的雨胎改成被動 他是有什麼樣的理由 我們請老師幫我唸第一個 好老師我們來看第一句的例句喔 這一句我想請老師來念 你愉快好了 大家應該要躺住我前面吧 我就一直叫他 你真心 你真心 This bicycle was glorified the field Feed 很好 那誰可以跟我講他的中文反應 薛如 那是中文 喔他沒寫中文 來 那比你講好 登文 這一句是在講什麼 嗯 不知道這什麼意思 不知道 還拍誰喔 知味有點難 好OK 他的腳踏車呢 被一個小偷給偷了 OK 所以呢 這個是被動的部分 那我也可以怎麼說 如果主動的話是怎樣 一個小偷他偷了 OK 偷了他的腳踏車 OK 好 那為什麼他要說 那他的腳踏車被一個 小偷給偷了 好 有嗎老師在笑我嘎嘎嘎嘎 好 為什麼他的腳踏車 他的腳踏車 然後呢 被一個小偷給偷了 他是在強調什麼 強調被失授的主詞或動作 OK 所以呢他在強調他的腳踏車喔 這是誰的腳踏車 是他的腳踏車 然後被怎樣了 被偷了 OK 所以他在強調主詞 或者是動作的部分 那在這一句裡面 他可能在強調了有主詞 也有動作 OK 好 那被偷當然是被一個小偷偷了 所以他覺得那個 還沒有很重要 不然他就會說 摩摩人偷了他的腳踏車 這時候那個摩摩人就是重點喔 OK 就是他知道的是什麼人 所以他把它放在前面 好 那第二個例句呢 那 Extended sports are enjoyed by everyone OK 所以呢 他是在講什麼 我請梅花老師 你幫我翻譯 這個運動啊 每個人都很享受這個 這個 什麼 令人興奮的運動 讓人講到興奮的運動 每個人都很享受在其中喔 所以他也是在強調什麼 那個 讓人家覺得很有 很有 充滿活力的 讓人家感到很興奮的這個運動 是被形愛的 所以 這樣子可以接受喔 可以接受喔 當主動改成被動的時候 他是有一些用意的喔 所以我們 有時候會練習一些句子 但是 我們要去想說 當我們在寫一篇文章的時候 我為什麼要用被動的理解 是因為我要去強調 他的那個瘦的那個 就是我們所謂講的 他失受的主持的部分 OK 就是他的腳踏車 或是那個 人家的腳踏很興奮的 就是很好玩的那一個 運動的部分 OK 然後再來是什麼 第二個 第二個 會用到被動的語態 還有哪一種狀況 請老師幫我念第二個 失受的主持不確定 OK 失受的主持不確定 不確定 OK 那這個一定可以 我請偉珍老師幫我唸句子 這個杯子呢 在很久以前就被製造了 OK 好 所以呢 我知不知道 是誰知道的 不知道對不對 那在這一句看來 誰知道的 根本一點都不重要嗎 OK 所以我只是要這樣子講什麼 這個 這個杯子 他被製造 他是在很久以前 所以我要強調 這是一個歷史久遠的杯子喔 那不是普通的杯子喔 這樣可以嗎 所以呢 當失受的主持不確定的時候呢 我可能也會寫出這樣的句子 比如說像第一句好 這杯子我只是偷了 就是他的腳踏真的被偷了 我不要寫被誰偷了 那就是不要OK 所以他只是不知道 到底被誰偷了 所以他可以把 fire theme 他可以把那裡省略掉 因為他根本就不知道是被誰偷了 也可以 所以這時候我們也會用到被動的 魚胎 可以喔 然後第三個呢 我看看誰看起來 最有精神 惠平老師 第三個 幫我唸第三個 會用到被動魚胎的一個狀況 會是 為維持主持的一致性 避免更動子 更動子劇的主持使用 也用被動魚胎 OK很好 謝謝你 那我要請珊珊老師 幫我唸一下例句 My mother loves teaching and he was respected but respected by her students OK很好 所以他的中文意思是什麼呢 我的媽媽喜歡教學 我的媽媽喜歡教他的學生 我的媽媽喜歡教他的學生 OK 沒關係我來講 好 那前面就是我的媽媽呢 喜歡教學 and is respected by her students OK 然後呢是怎樣 被誰所尊重 那個是尊重 RESPECT 然後那個被動的部分是加ED 所以你會發現什麼東西 等一下跟你們講好了 好 所以呢是被他的學生所尊重的 好 好 所以呢 我的媽媽喜歡教學 好 如果我要把這一句 猜成兩半 我可以怎麼猜 我的媽媽喜歡教學 然後他的學生很尊重他 對不對 好 但是呢 我想要我寫出來一句話 不要我的媽媽喜歡教學 然後他的學生尊重他 感覺就是 就這樣一句一句 當我在寫一個作文的時候 每次都 我怎樣 我喜歡怎樣 我幾歲 我我我我我 從頭到尾就在我我我我 就是你的主詞一直都在那個 然後你都沒有做一點變化 別人在看這個句子的時候 就會覺得 這個人的 就是可以看出那個人的英文程度 你懂得懂嗎 像我們現在學了很多的文法 或者等等之類 我們可以用很簡單 很簡單的過句式 或其他的式子 就可以來表達 為什麼我要學那麼多 我可以講說 我要去廁所讀 我去放夜 很難聽對不對 但是我可以講得很好 我要去一下洗手間 或等等之類 所以很多時候 我們學了比較深的智慧 或比較更好的文法 它其實是要增加 我們跟別人對話之間 就是 我把人覺得 你好像很厲害喔 就是這樣子 就是不要讓別人覺得 你就永遠就只會這樣子 最簡單的句子 我們應該學習 用不同的方式來表達 OK 好 然後別人聽你講話 才不會一直挨挨挨 你就一直挨挨挨 就是挨挨挨挨 我們昨天去哪裡 一直挨挨 從這挨挨挨挨 對 你也許可以用不同的一個 時態變化 或者是說 主動跟被動之間 讓別人覺得講 你就會覺得你講話 很順暢很好聽 然後不會一直聽到 某一個字一直在重複 OK 所以你看喔 它這一個 它說為維持主詞的一致性 OK 兩個人的主詞是一樣的喔 OK 然後呢 也避免更動子句的主詞的時候 也用被動語態 我這樣子這樣做的話 我就可以用被動語態的方式 我可以把兩個句子 把它結合在一起 對 然後我主詞都是我的媽媽 然後她被她學生所尊重 她喜歡教學 一次一句話 把兩件事情講完 OK 然後她可以使用被動語態 然後再來第三個是什麼 表達客觀的說明 比如說一般而言 所怎麼之類 OK It is say that exercising makes one healthy OK 一般而言呢 運動呢 可以使一個人健康 欸你們還記得這個死嗎 make 我們終極一般會有學到對不對 make make後面要加什麼死 形容詞 形容詞 那些沒有回答的喔 好OK 所以一般而言呢 那個 運動 運動可以使人健康 後面要加形容詞 但是如果它是翻譯成製作的時候呢 就不行 就不行喔 還是副詞修飾動詞 還是一樣要恢復喔 所以要看它是被翻譯成 中文的部分是怎麼樣 那老師看了這麼多句子之後 主動變成被動 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來喔 讓老師看一下 這一句先看一下好了啦 主動是什麼 My mother loves me OK 我的媽媽愛我 OK 我是被我媽媽所愛的 那個中文聽起來 其實感覺很不一樣 OK 那它是被動語態 那它所強調的事情 也不太一樣 那我們來看下面 她在睡覺嗎 我知道我也愛她 這是C 好 OK 好 試著喔 將下列的句子 改為被動 這個放一邊 好 我要問你們喔 你們要回答我被動 但是是中文的 我沒有要讓你們講英文 沒有那麼狠 好 我昨天吃了那個早餐 我昨天吃了早餐 OK 那我請秀華 秀華來回答我 如果我要講被動的時候 我怎麼講 講中文喔 你不用回答我英文 好 我昨天吃了那些早餐 我昨天吃了早餐 我昨天吃了早餐 對啊 異學沒有看好 我昨天吃了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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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她說那些早餐 可見她吃了很多 她在自己家的蝦 我昨天吃了早餐 好 OK 來 她寫了那個 OK 她寫了那封信 那如果以中文來講 我被動 我應該怎麼改 她寫了那封信 嗯 那封信 將會被她寫 OK 她將寫那封信 所以那封信 將會被她寫喔 就這麼簡單 OK 那下一句喔 是 好 他們是正在遊記那個房子 好 立文老師來回答我 那房子被他們遊記 OK 那房子是正在被他們遊記 所以你不要忘記喔 那個什麼 她還是有那實態的部分 昨天代表是什麼 實態 什麼實態 過去是 對不對 她這樣寫那封信是什麼實態 未來 好 他們是正在遊記那房子 是什麼事 現在進行事 所以當我們在翻譯成被動的時候 絕對不要把你們的實態 給拋到一邊去的 她一樣要被帶著 這樣可以嗎 好 好 那這個就沒什麼了 好 你們都被打出來了 好 好 OK 那我們現在來試試幹 對不對 試試幹 對你們寫 你可能在罵人 不好了 其實也不是這個 影響詞 不要想太多 來try it 來第一題 好 我們現在要怎麼寫呢 我先帶你們一下 來喔 你們看了這麼多句子 這麼多句子 還沒來 要吹 要吹 對了 好 我們剛剛看了這麼多的歷詞喔 你有發現什麼 嗯 逼動詞 嘿 逼動詞 我們家 我設計有點看不著 來 從這裡看 好 當主動變成被動的時候 我會延伸出一個什麼 逼動詞 逼動詞當然就是扣住它囉 但主詞是什麼 所以我來選擇用is and are 或者是was 或是word ok 那都是要看原本的 好 ok 那被愛 ok 所以呢我這裡要加一個pp pp是什麼 這句子 好 不知愛 那個最後面那裡 ok so I'm love ok 會有被誰 如果有被誰的話 ok 所以後面又會有個by 那有的沒有嘛 對不對 比如說我的小孩被偷了 我沒有講被誰嘛 所以就不會有一個by 這樣知道他寫的方式 逼動詞 ok 好 那我們一體一體來那個好了 但是你們也不用寫了喔 我就抽了 還是你們想先寫呢 看你們 好 自己找個空白處吧 寫脖子嗎 寫 當然不是了 老師 寫了嗎 我現在寫英文 你就要寫英文 然後把那個變成被動 對變成被動 好 然後寫完第一題就好了 我們就直接檢討了 好 慢慢來 老師 你寫好了嗎 老師你寫好了嗎 幫忙 第一題而已喔 我叫他第二題喔 慢慢來 沒有關係 好,老師可以先看前面 一題超久哦 很厲害耶 好,OK啦,我們來看一下 記得我們廢東語態 它是必動詞加必領 OK,那原本什麼時態那個都要留著 好,比如說這一題來看好了 這個是什麼 未來嗎對不對 那看不太大 沒關係,這邊是let's laser 不重要的知識沒關係 好耶,沒有,其實也不重要 不是不重要,等一下要變成主持 好,OK,那比如說呢 它將要寫那一封信 OK,那這個是中文 它將要寫那一封信 那變成倒過來就怎樣 那東西就這樣寫 OK,好,所以呢,我們主持人確定喔 let's later OK,然後呢 怎樣怎樣怎樣的 然後之類的 好,by誰 by him him,對不對 OK,好 so that's later 然後怎樣怎樣 by him 好,那我們原本的時態是誰 是他 是他對不對 所以還是他喔 沒有變喔 又沒有變 然後後面要什麼樣 by動詞加pp 對不對,那by動詞 我本來是要挑什麼 let's later let's later let's later ok,是it嘛對不對 但是呢 這個是,所以我要用椅子對不對 本來是這樣子啦 好,OK 那但是呢,這個是什麼 注動詞 注動詞 後面所有動詞要怎樣 圓形 對,要現出圓形 像妖怪一樣喔 好,要現出圓形喔 所以呢,圓形是什麼 b 就是b嘛 ok so will be pp是什麼 let's l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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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蔚来世的刑法 好,再来我们来看第二题咯 第二题是什么? They are painting the house, right? 所以呢,你们写写看 然后再来呢,也可以参考这一章 我下面这里有铺一个表格,有没有 但是你们要去思考,为什么要这样做 对 他们是正在游戏的房子 这个会不会比较难一点点 有的人可能已经知道了 后来是变成怎样? 那个房子是正在被他们所留期 OK,所以我们很确定的主持就变成他啦 OK,这个房子,然后被谁?被他们 好,最简单的把它写下来 好的,我们来思考 OK,那本来的实态是 现在进一室,对不对? 那我这个B洞子一样留着 OK,那 但是变成你的house,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我应该要变成椅子 OK,所以呢 那个房子是正在被他们所留期 那我们有说什么? 我们要加什么东西? B洞子 那个B洞子加B,对不对? 那我们本来这个要变成什么? 这个是不是要变成pantic,对不对? 好,那我这个B洞子在这里 但是本来的这一个呢 那个表示进行的部分 它就要变成B So the house is being 然后painted How by then? 它在进行式的部分 式会是这样子改的 它把这个的延伸出来是因为呢 它还是要表现它有进行式 但是呢,我们的被动的瑜伽 就是要有B洞子跟PP 那PP要由它来呈现 所以呢,它必须要出来呈现 那个PP的部分 但是还是要有一个词是 呃,表示它原本的那个进行式的部分 所以就是B 然后这个是这个的 B洞子的 B洞子的 是一个 B洞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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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置 這個是進行式的部分 對 可以嗎 然後我旁邊都有一個表格 你們也可以對照 就是他有把每一個時態 然後寫出來 那但是當他被改成被動的時候 你必須要注意哪些東西 對 然後再來下一集 I have given him three books 所以呢 我給了他三本書 所以那三本書是我給他的 這個部分可能對老師來講會比較陌生 但是就是慢慢的去接受他慢慢的 然後多看一些句子 對 可能沒辦法在今天就很熟悉 這個可能比早上講的那個還會 讓你們不熟悉 因為在文章當中他出現的機率 除非是在比較深一點點的文章 或者是在同畫故事裡面也有可能會有 對 但是這屬於不是像一般的特本文章 好像會比較多 一般的學校的特本 或者是我們的教材 除非他是在教背東西 不然他其實很早出現 好 所以呢 我們給他三本書 那要怎麼改呢 那要怎麼改呢 好 為什麼要呢 好 所以呢 來老師你給我 Swee 不是 我都講他有Swee Sw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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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三本書 好 三本書 好 然後呢 Have 好 所以我不可以改他的完成式的部分 Have Being Even 好 然後呢 Pin Pin OK很好 所以呢 三本書 然後呢 這個是什麼 B動詞加PB出來 對不對 但是呢 完成式的部分不可以比試 好 OK好 好 所以那這個部分就比較簡單的是什麼 他本來就有PB了 因為現在完成式的部分本來就會有PB 所以他不用更PB 他只是多一個B引進去而已 那但是他也要用什麼 挖子式對不對 好 OK 再來是下一題 I can do this job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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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不到 比較緊張住動詞的部分 改成被動詞是比較重要的 好,來,請老師唸給我 least job can be can be don 短密 所以呢,那個重點的句詢 你不能記住,加上秘密可以在這裡 可以齁 ens,即是動 所以這個棒你能不能記住在我 可以齁 好,下面一個 並在另外一種的進行事部分 現在的進行事部分,大家也試試看 謝謝 谢谢大家 谢谢 好 好,老師可以給我答案了嗎? 他是在寫那個report現在 然後呢,那個report現在是正在被他寫對不對? 好,那跟我講 report is,意思是什麼? beeing, writing, writing 然後呢? by him 然後還有什麼呢? 所以,進行式的部分還是有 進行式的部分還是有 然後呢,這邊還是有移動詞加gp 這樣可以嗎?這個部分會比較不難 就是老師要多看然後多練習才會比較熟 這個部分可以讓他來沒關係嗎? 你講話嗎?你拿的音 大概就知道意思啊 寫好了嗎? 擦掉囉 好 好,那我們來做一個比較簡單的練習 來喔,將以下句子被動改為主動喔 OK 所以只是頭語上面的而已,沒有什麼 來喔,來問喔 兩本書有被Jack寫過? 我們請來先老師 Jack有寫過兩本書 OK,就這樣簡單 很好 那個報告呢,將被他寫 他寫過那個報告 OK,很好,來第三個喔 那個電影呢,應該被每個人看 每個人看那個電影 OK 很好 然後這個蛋糕可以被孩子們吃 孩子們吃這個蛋糕 可以吃這個蛋糕 孩子們可以吃這個蛋糕 OK,他們是正在被我幫助 我 我 我正在幫助他們 OK,就這樣子 這樣可以喔 這個是怎樣 被動改成主動 那其實他沒有很困難喔 很多時候你可以用中文的方式 不好意思,還是用中文的方式 先去理解 然後寫出那個句子來 所以應該是好 好 再來 我當初做那個動畫做熱心活 發現我自己都沒用到 好,每次講我才愛想到意義喔 這個齁 對,好 來喔 第一題喔 這個很簡單齁 口語的就好 就是你們回答我就好 不用寫了齁 第一題喔 2 books have been written by Jeff 所以我一起給話回答我 把它改成主動的部分 Jaf have been written by Jeff OK Jaf have 他本來是講什麼 這個是什麼事先回答我 現在完成對不對 所以我什麼東西可以用在的 命 對不對 因為現在完成只有 have加PP 不用被動了喔 對不對 所以這時候我就要變成 Jaf has written two books OK,就這樣子就好了 好,那第二題喔 That report will be written by him 老師被哭給了你 你來你給我解個菜 好 He will write that report OK,很好 He will write that report 就這樣子而已 OK 第三題喔 This movie should be seen by everyone 你不試試看 你先把英文翻 你把英文翻成中文給我 就這樣翻 就這樣翻就好了 就這樣主次翻變 沒關係 This movie是什麼意思 這部電影 好,這部電影 should be seen 什麼意思 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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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 刺手信嘛 應該被看 被誰 被每個人 好 所以那我主動的講 欸 這個電影應該被每個人看 所以主動的講 中文是什麼 這個電影應該被每個人看 主動講是 每個人應該被看這部電影 好,每個人應該看這部電影 那翻回來就很簡單的喔 來喔 書回到 Everyone should see this movie OK,很好 會記得把那個 那個皮皮的部分改成 主動後面的 所有要陷入原型的部分 然後再來下一個是 They are being helped by me I am helping them OK,很好 I am helping them OK,很好 再來 接下來 最後一個 This cake can be eaten by kids 好,請老師 Kids can eat this cake 好,好像被動感的主動比較簡單 好,那主動感你再慢慢練習 沒關係 這樣可以喔,沒問題 啊,變好我會忘記按了是不是 好 OK 嗯 後來這個跑很慢 好,啊就是 就 這個還給你 不可以用按 好 那就把它停掉 好,那老師今天我們學了幾個 比較困難的對不對 其他那些你都很熟 所以就沒在想 現在也好像 欸,現在兩點了齁 兩點,兩點我們應該做什麼了 兩點我們應該要休息了 好,休息了齁 好,OK 那我們今天交貨什麼 還記得齁,早上我們交貨 過去進行 現在完成 過去完成 下午我們講的配動 OK 然後呢,我們 其實還有沒有講到的有什麼 但是你們選過的那些示範 再來 現在 好,現在 對不對 現在可能有逼動的喔 有一般動詞喔 好,現在 然後什麼 過去 對不對 還有什麼 未來對不對 好,未來的部分 我們講一下下就好了 有一個比較不一樣 我們都知道 WILL 跟 欸,翻動那裡齁 他在講一下 嗯,好像太快 喔,一個跳不一樣 好 這樣才很清楚 OK 好,我們來看一下未來式的部分 大家都有搬到嗎 我大概講一下就好 因為其實你們都有學過了 就還好齁 OK 來,未來式的部分我們都是 I will go home tomorrow OK 我明天呢這樣回家 OK 然後我們也可以寫的什麼樣子 be going to 對不對 把它換成be going to 其他都沒什麼變 OK So I'm going to go home tomorrow OK 那這兩句呢 看是一樣的 但是呢 他有一個特別之處在哪裡 你看下面一個 他說 表示本能意志的時候呢 助動詞都是用WILL的 OK 所以當你要 你平常用這種 未來式 你兩種都可以用 但是當你要表示 本能的意志的時候 比如說什麼 嗯 下面的第一個句子是什麼 欸 梅花幫我們唸一下 第一個句子 No matt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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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you say I will go with you OK 不管你說什麼 我都要跟隨你 OK 這個有沒有強烈的表達 我本人的意志 有 所以像這種句子呢 我們就要用WILL OK 所以其實呢 在未來式兩個都可以用 但是WILL他有特別不一樣的意味 OK 所以你們在強調你個人的意志的時候 或是他人的意志的時候 你就要用WILL 好來 第二個句子 是 你一個人 全好 聽 OK很好 所以呢 他將要參加我們的隊伍 他將要加入我們的隊伍喔 所以他是屬於他個人的意願喔 好 這樣子 他全都行 你 好 你 好